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個禮拜初的時候 我的攝影機就壞了 最後其實都是弄不回 所以我就索性 治過一部新的4K攝影機算數 反正有不少益友都曾經說過 說我舊底那部攝影機 經常都會出現對不到照 畫面蒙茶茶的情況 不如趁這個機會 提升畫面質素 與此同時我亦都是治過一支新的麥克風 和一支新的麥克風架 之前有些益友就說 你的麥克風似乎有些沙聲 又有些大小聲的情況 是時候會要換了 所以現在就索性換了 希望換了之後 在那個聲音質素方面 會有所提升 各位益友對於我這個 下架餐的設定有什麼意見 歡迎在留言板告訴我 到底畫面質素和聲音質素 是否真的有所提升呢 我也想知道 接下來就說回正題 官媒環球時報 今天刊登了一篇 來自復旦大學教授所撰寫的文章 這篇文章的標題 叫做 專家建議 中國不保證不開第一槍 在是否開出第一槍這個議題上 大陸的態度 似乎就作出了根本性的改變 在8月18日 環球時報的社評 才曾經呼籲 說中美台三軍 都應該確守不開第一槍的原則 這樣就會有助於幫助前員部隊 正確判斷對方的意圖 避免過度緊張 從而有效降低擦槍走火的風險 當時就說到信誓旦旦 就說一定會確守不開第一槍的原則 所以搞到台灣方面 下了一道命令 就指令所有的軍方人員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如果是收不到指示的話 就不能夠妄自開出第一槍 否則一落飛機那一刻 就要移交法辦 現在似乎就拘捕不到台灣開出第一槍 所以 現在就弄個教授出來 為不開第一槍這個原則鬆綁 這個教授所說的東西其實是說什麼 他列舉了中國的所謂六項核心 國家利益 包括了國家主權 國家安全 領土完整 國家統一 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 以及就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他就說這六項的 核心國家利益 是很重要的 不容侵犯的 所以其實他就是講來講去 就是要為放棄不開第一槍這個原則 提供一個理論基礎 以及提供一個道德依據 而且這篇文章尾尾那段 就已經是畫公仔 畫到出場了 他就寫到 說不開第一槍 並非是絕對的 而且還要避免落入教條主義 聯合國也都從來沒有禁止 在任何情況之下 開出第一槍 而是規定 在有證據表明 當一個國家面臨迫在微節的威脅面前 是可以合法地先發制人的 所以 你跟他爭論基本上就不用爭論 他一定有他的大道理 他怎麼說都可以自圓其說 在8月18日說要確守不開第一槍的時候 他又有一套說詞 現在想退太 又有另一套說詞 總之 責任永遠落在其他人身上 他永遠都是擁有道理的那一方 好了 現在就開始轉口風 到底是否真的意味著 在接下來的日子 台海真的會出現軍事衝突呢 我的研判就是 機會的而且確是比教祖之前提升了 但是整體來說 都不算是很大的 我們又可以看一下另一單消息 根據大陸的中央電視台報導所說 就說 這個老解的軍事演習結果是出爐了 究竟是演成怎樣 原來老解所飾演的紅軍 兩鋪都慘敗 反而 老解無意出來的假想敵藍軍 兩鋪全勝 其實這個軍事演習 就叫做火力2020 青銅俠 實兵對抗演習 到底為何會演輸了兩次呢 在一開始的時候 紅軍在陣地選擇上已經出現漏洞 而且還被軍演的導演組 現場中止演練 並且即時作出糾證 後來 紅軍在抵達預定地方 沒有 就已經被 被南軍的無人直升機所引導的炮兵火力攻擊 搞到紅軍出現了大量的裝備和兵力折損 去到第二天的上午 紅軍的折損率就已經到了七成 軍演的導演組馬上就決定 讓紅軍是滿血復活 重新調整部署 即是說 輸了七成 然後馬上入回七成的兵力 讓他再玩多一波 但是 搞到最後 都仍然是輸的 導演組就判定 說這一波 就是紅敗藍勝 雖然沒有說到 南軍是誰 但是一般的猜測都南軍 說的是國軍 即是台軍 好了 為何這一宗的消息 會報導出來呢 而且你那個假想敵大勝 還會這樣照常報導 這個有多少不尋常 因為大陸一向都很喜歡 報喜不報憂 這些東西 最多臭屎物 不報 這樣報得出來的時候 代表什麼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可能 大陸內部也有些派別 就不是很想出現軍事衝突 因為大家深知肚明的就是 中美之間的軍事實力 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而這個差距 連胡錫進在今年年中 他自己所寫的微博貼文 都承認著這件事 是客觀事實 另一個事實就是 當台海真的出現軍事衝突 到底是否台灣自己孤身來應戰 還是他背後是有美國撐腰 這件事真的沒有人說得準 就算大陸到現在 他也是有很多的沙盤推演出來 但是你仍然是要把這個選項包納下去 就是 一旦美國走去援助台灣的時候 你所應對的就不單止是國軍 南軍 那麼簡單 現在的軍演結果出來 就是連南軍都打不贏 當然有一樣東西要注意 就是這些軍演 原來有個導演組 就是說 到最後要紅軍贏 紅軍贏 南軍贏 南軍贏 但是現在偏偏就安排紅軍連輸兩鋪 你說是不是有些人 其實在大陸裏面 不是那麼好戰 甚至乎是 不想跟其他的勢力 出現這個正面衝突 因為不動就由自可 一動的時候 無論的結果是贏也好 輸也好 甚至乎是膠著狀態也好 那張底牌一定就是會被人揭曉了 到底大陸有多少的底運 多少的實力 就會被人摸得一稱而坐 但是若然 經常都不動 只是弄那些飛機 飛來飛去 環繞 軍演 正如胡錫進所說的 他認為是有震懾作用 和威懾作用 與此同時 他還可以繼續打嘴炮 而且還要不用把底牌 亮給人看 當然有很多人在這裡猜 究竟你是不是耳朵底 如果他是不動的時候 就算是耳朵底 你都沒有辦法證實得到 其實大家可以從中印邊境衝突的事都可以看到 對著印度也是差不多的情況 你說他對著南軍也好 台軍也好 絕對就不會說十拿九韻 胡錫進自己說過 他說 就不打一些會輸的仗 是一定要打一些贏的仗 難怪經常都不動 而且還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大陸究竟成不承擔得起 打不贏的後遺症 因為一動的時候肯定就是會猛鼓動那些民族主義的情緒 上頭上腦 到時如果搞到這樣 行行行行打不贏 膠著才算 到時怎樣來疏到那些情緒呢 是不是 個個都行行行行行 所以 他有很多事情要考慮 不是說那麼輕易 說動就動 當然打嘴炮那些就另計 說了當做了 好了最後我們就說一件事 就是中資的平保 他們最近 以平均價每股28的2.8 增持了1080萬股 施股大約是3500萬港幣 持股比例就約升到8% 超越了美國基金貝萊德 成為了匯豐單一最大的股東 這件事就其實證實了 我們在三天之前的預估是正確的 那時候我曾經提出的一個可能性就是 就是說那個環時記者可能分分鐘是放風的 現在就是 折低了股價 然後呢 平保竟然是入股的 那就是說 這隻匯豐未必是真的會列入去大陸那個所謂 不可靠實體清單裡面 因為如果真的會列入那個黑名單 沒理由平保還跑去大手吸納的嘛 豈不是是 下半石頭打自己的腳 所以我當時都覺得有懷疑 平保當時的大二大的股東 竟然又傳了這個消息 原來現在他是要爭持的 所以大家知道 他那個 玩法究竟是想怎樣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